是小乘根本的解脱教法 所以他三十七道品是我们圣文阿罗汉 依照这个修行方式而证悟阿罗汉解脱的一个方法 那大乘的佛法呢 也是什么 也是基于三十七道品而开演出来的 那三十七道品呢 是追求智慧 追求解脱 是进入涅槃境界的三十七种修行的方法 那三十七道品呢 又称为三十七觉知 三十七菩提分 三十七助道法 三十七品道法 只要依着三十七道品的方法呢 拿到按部就班的去修行呢 就可以去向解脱的菩提大道 因此呢又称为菩提分法 那三十七道品呢 把它分成为七个科目 分成七个科目 第一个就是四念处 第二个是四正行 第三个是四如意足 第四个是五根 第五个是五力 第六个是七菩提分 那第七个是八胜 则道分 所以第一个呢 首先为大家讲解四念处 四念处又称为四念处 第一是三念处又称为观身不敬 第二个是受念处又称为观受是苦 第三个是心念处又称为观心无常 第四个呢是成法念处又称为观法无我 那我们首先来解释什么是四念处 四念处呢 这四种的修行方式呢 是帮助我们呢能够修定 只要一直在这个四念处的方法 我们去兴许去修行的话呢 它是帮助我们修定力 然后呢 透过定力产生智慧的一个修行方法 透过禅定的定力与智慧 它可以让我们呢 了知一切的人事物 它的真实相 时间的真实相 并且能够体正到自信的本空 透过你这个修行呢 可以了解自信本空 然后呢 明心见性 就是我们讲的禅宗 讲的开悟 因此呢 这个禅定与智慧啊 是通往开悟解脱之道 那因此呢 传统的四念处呢 就是我们所知道的 观身不敬 观受是苦 观心无常 观法无我的 四种 这个观行 修行的方法 因此呢 修识念处呢 是直接对峙我们什么 内心啊